147.香港經濟日報 豬價上升周期來臨萬洲看好 2015年7月22日投資理財B02投資專輯正當環球商品紅出沒豬意時 封閉的中國市場再度與環球市場背遲 今年來,內地豬肉價格一反過去三年低勢,大幅反彈 短短數月,豬價已漲超過30% 創三年新高,由腐圖可見,生豬價至2011年中反覆回落 直至今年3月升穿長期下降軌 由每公斤12元人民幣升至目前每公斤17.6元人民幣 再不足4個月內升幅近五成 直逼2011年每公斤19.6元人民幣的居位 當時中國C.P.I.高達5%至6% 食品價格漲幅增達10%以上 萬洲據成本優勢美國業務潮中國一向有豬週期之說 指母豬養殖週期與生豬價錯配形成的價格落差 約3至4年一個週期運行 上一次週期的波風出現在2011年 按時間計,今年出現新一輪豬價急性的機會不低 齊老證券指出 本輪豬價急性的主因時供應收縮 本輪生豬供應較2011年價格高峰期時少了3% 故估計到2016年公不認求的嚴峻程度值逼2011年高峰 約豬價續升 一直處於低谷的豬肉批發商 仍利有望急起直追,當中兼具中美業務的龍頭 萬洲國際00288可全面受惠 資格格商品交易所CME的活豬期貨顯示 美國當地豬價仍處於近年低位 萬洲主要從事生產豬肉食品業務 包括肉製品、生鮮豬肉及生豬養殖外 在2013年收購美國Smithfield 涵蓋養豬、分銷及加工等上中下游業務 一調龍生產 據成本優勢 賈市公司能把當地豬肉直接輸入中國 單純計差價以淨賺一折 萬洲去年由虧轉型 賺7.66億美元 Smithfield所貢獻的經營利潤增近5倍 目前市盈率不足11倍 尚未反映豬價上行及中美豬價差套離空間 投資者可現價小主買入 目標看6.1元 賺4.3元 ァーレ 167 x4 ghee